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掌握当中 你好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10月25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为您报导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未来所有的性侵害犯人 如果被评估认定有再犯的危险 检察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治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立法院也以附带决议的方式 请相关单位研究 对加害人化学去世的可信心 今年三月云林国二一位夜性女学生 被刚出狱的性侵累犯林国阵性侵杀害死亡 外界才发现林国阵属于95年6月30号以前 犯下性侵害的加害人 不受刑后强制治疗的规范 为了避免性侵害防治出现漏洞 立法院周二三读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修法回应民间诉求 除了让所有性侵犯都纳入 行后强制治疗的范围 弥补空窗期 同时也增定未成年犯 比照成年人要接受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我们最主要在防堵 这个小狼变大狼 就是少年性侵害的部分 出狱之后我们一样比照成人 来接受强制治疗 不过外界关心的化学去世 是否作为加害人 处遇或治疗的选项 则是放在附带决议当中 请相关单位再研究 我们希望以后再次修法 可以经由大家共同的讨论 再把这个化学治疗 纳在我们国家法律里面 像梅根的入法 还有药物性技术治疗法的入法 他们有做到 对我们而言 人民还是会再继续争取 虽然立法院通过了外界称为 白玫瑰法案的相关条文 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 应该建立全国性侵害 加害人的档案资料 不过并不会对外公布 另外也没有让化学去世入法 白玫瑰社会关怀协会认为 这次修法只有七十分 但他们不会放弃 会继续努力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又传出了一起疑似虐同案 彰化有一名才一个半月大的小男婴 不但身上遍布了烫伤跟咬痕 眼睛有明显的黑眼圈 连左肩膀的锁骨都骨折 这名男婴的父亲十九岁 母亲也只有二十一岁 他们宣称小孩是自己从床上跌落受伤 但是彰化县社会局怀疑这个男婴可能是长期受到虐待 目前已经强制安置 禁止他的父母靠近 小男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下巴有好几道深深的伤痕 眼睛也被打成黑眼圈 身体躯干全都是瘀伤和被烫伤的痕迹 左肩还有明显被咬伤的齿痕 最严重的是肩膀锁骨骨折 不过时间很久了 已经自行愈合 不过这么严重的伤势 连医师也难以置信 他是比较呈现不安稳 就是没有办法安稳地躺着睡觉 然后会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抱着 他才比较有安全感 他会很 你人一接近他 他就会很明显地不安跟哭闹 小男孩送医的时候 情绪相当不稳 显然受到很大的惊吓 医护人员一面安抚 一面检视伤痕 怀疑小男婴受伤的原因不单纯 小男孩24号从彰化送来台中的这家医院急救 男婴的爸爸19岁 妈妈21岁 不过出生一个半月 似乎经常受到大人虐待 尽管父母强调是男婴自己从床上跌下来摔伤 不过医师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们看到的一些伤 有些真的是心伤 尤其他身上有一些 类似咬伤的痕迹 看起来还有牙齿印 还有一些烫伤的一些旧的疤在身上 男婴连翻身都还不会 怎么可能自己摔下来 张化信社会局紧急介入调查 从伤势判断 受女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目前已经将小男孩列为保护对象 禁止父母靠近 而且进行强制安置 警方也经约谈这类小夫妻 了解平时的照顾状况 如果确定是蓄意施虐 恐将面临法律的刑则 记得林建生彭焕群 台中报导 好 继续要告诉您 登革热疫情再夺走两条人命 这两起死亡病例分别是在高雄和屏东 两个人都有慢性病史 而从今年入下以来 已经有三个人因为罹患登革热而死亡 时续入秋但南部登革热的疫情 却没有因此冷却 季九月初出现首例登革出血热死亡病例 高雄市和屏东县又分别传出一例 今年入下以来 全国登革热病例总共457件 其中出血性的病例6件 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死亡率高达50% 第二度传出死亡案例的高雄市 这两天在各疫区都加强喷药 有的社区还没有出现病例 但因为夹在疫区之间 居民特别担心 也希望市府先来投药预防 我们这个礼刚好夹在林雅区 跟这个保字头四个礼的中间 每个居民都会来反映说 政府能够配合说 有能力的话 他尽量把我们这个礼来再喷一次 全礼再喷一次药这样 但也有民众不配合防疫 趁卫生人员到府喷药以前 刻意出门躲避 对于不配合的民众 卫生单位虽然会强制开锁 进入喷药 或者对民众开罚 但还是呼吁民众 最好能够主动清除 并没文资声援 才能够避免疫情过冬 造成明年疫情更加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朝野党团 今天在程序委员会 针对公投法修法 展开了激烈攻防 民进党提出将两岸政治协商 交付公投并且主张要调降 公投连数与过关的门槛 但是全部八项修正案 通通都被国民党以人数优势 挡了下来 民进党立委气得拍桌大骂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 蓝绿甲级动员 民进党立委轮番上阵 希望公投法增列第十六条之一 两岸政治协商交付公投的 公投法修正案排入议程 在野党提的案子 都要经过行政部门同意 你们是立法局吗 面对民进党强烈抨击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一世 一上台越说越火大 台下的民进党立委气不过 拍桌大骂 双方纯枪舌战越演越烈 最后国民党以人数优势表决 以七票对四票 挡下民进党团的公投法修正案 而民进党另外提出的 七项调降公投联署 丞翰和过关的门槛修正案 也全数遭到封杀 民进党所提的公投法修正案 全数遭到否决 无法排入议程 至于老农津贴条例 增加三百一十六元的行政院版本 加四千的张家俊版本 和加六百元的小景田版本 三个版本都获得程序委员会通过 排进二十八号的院会 禁服二读 而针对国民两党 最近热炒公投议题 同样也有立委参选人的新党 颇为担忧 党九席玉木铭炮轰两大党 用公投来夹杀小党的生存空间 而新党秘书长李胜峰 今天也接力批评马总统提出公投 根本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新党反对用公投来干扰选举结果 宣传车播放着台湾光复歌 深蓝的新党选在台湾光复节 走上街头 所以借着游行强化新党诉求 也为了这次二零一二大选 推出的不分区立委提前暖身 而近日来国民两党 为了两岸和平协议公投 引发了激烈攻防 新党主席玉木铭 日前痛批两党 用公同议题夹杀小党 上午新党延续炮火 再度表达新党反对公投的立场 二零一二选战加温 新党拉高分贝 批判两岸和平协议公投论战 希望在国民两党夹杀 甚至亲民党百万人联署 送进总统府的全国肇事压力下 借此议题发挥力求突围 记得林玉玄 陈博玉 陈保罗 台北报道 另一方面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也锁定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 批评马英九总统 没有把民意作为决策的基础 但是马英九办公室 立刻反驳蔡英文 在过去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赞成推动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 而且还写进民进党的十年正纲 为什么只准自己说 不准别人提呢 这根本就是两套标准 马英九总统继日前抛出 两岸和平协议议题之后 又提出十大保证 民讲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质疑 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 马英九的个人使命 还是社会大多数的民意 如果总统对于他的和平协议 两岸和平协议有这么大的信心 为什么现在又提出这个十大保证 如果他把它当作一个使命 不以人民的整体的民意 为他主要的这个政策的决定的基础的话 重要的一个政策的选择 是一个人的意志的决定 那是让人很担忧的事情 马英九竞权办公室不甘示弱 举行记者会回籍 提出蔡英文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号 担任陆委会主委 在内政委员会接受立委冯定国 咨询内容 当时蔡英文说 如果防御性公投不通过 也不会对两岸协商 及建立两岸互动架构 造成否决或是否认 所以政府还是会做 另外民进党十年正纲也写着 希望逐步推动两岸和平 稳定互动架构 马办批评蔡英文标准不一 我们要问为什么蔡英文主席 及民进党提两岸和平协议 就叫做爱台湾 然后马总统提 两岸和平协议的相关议题 思考的条件 及相关议题的整体的想法的时候 就叫做投降协议 蓝绿彼此互呛 也让二零一二总统选战 绕着两岸和平协议议题 继续延烧 既有张雄 张子霞 台北